拉着绳子在陡峭的山坡往上爬 这是桃园国中为了防范讯奇 造成突如其来的灾情 带着学生们从学校后方陡峭山坡 爬至清河平台的避难屋 实施防灾避难演练 就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刚好也在学校 然后就是上课嘛 然后如果上到一半 自己就是回家的路也被冲走了 可以从那里 然后那里那里是比较安全 就到上面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路上都很陡很多石头 还有很多落石很危险 学校办这个事 让我们在之后如果有一些情况发生之后 能及时避难 为了让防灾避难演练能顺利完成 桃园国中农业课的学生 担任一日开路先锋 到避难路线场刊协助除草 确认绳索是否牢固 让全校有一条安全的路可以攀爬 因为怕说已经太久没有过去了 那步道可能已经被荒烟漫草给淹没了 然后绳索牢不牢固 这个在我们之前一个礼拜 我们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个探勘跟检查的动作 桃园国中经历巴巴风灾 对防灾避难相当重视 每到了训绩前就会进行演练 让师生们知道避难路线 降低伤害意外发生 女士新闻 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对抗讨论的高杂斛